对于托马斯·穆勒来说,今年过得还真的有点艰难,每到世界杯年就爆发的他,在俄罗斯的土地上,突然失去了灵性,三场小组在临近球零助攻,穆勒带领了德国国家队, 遭受冠军魔咒电底出局,在世界杯开赛之前,穆勒在采访中说过,以我所学的高中数学来统计,我世界杯累计进球数今年是不可能超越克洛泽的,果然还是被他说中了,只是没有想到是如此糟糕的一种方式而已。 作为偏生的戏剧家,穆勒其实有着很好的心态,所以在新赛季德甲开幕之后,二拉已经调整过来了,新赛季德甲第一轮,拜仁坐镇安联球场迎战霍奔海姆,凭借着穆勒的一传一射,拜仁三比一战胜对手,赢得开门孔。 德甲第二轮,拜仁客场挑战斯图加特,又是穆勒的一传一射,拜仁三缸零打胜对手,登上了德甲积分榜的榜首。 德甲前两轮,穆勒已经贡献了两立进球和两次助攻的数据,一人独到四立进球,曾经的二娃又回来了。 而在穆勒29岁生日的那天,拜仁莫尼黑官方宣布,二娃当选了由球迷评选的八月最佳球员,穆勒得到了30%的投票,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20%和格雷茨卡16%,这也是极具意义的一份生日礼物。 在刚结束不久的欧洲国家联赛中,德国核心科世界杯冠军伐甲,进行了一场比赛,托马斯·穆勒也首发出场,虽然这是一场诺耶尔和阿雷奥拉门将之间的对标,但穆勒的状态明显有所好转。 到目前为止,穆勒在世界杯的进球数还是实球,下届卡塔尔世界杯,穆勒都已经32岁了,但他依然还有机会打破前辈克洛泽的记录,毕竟二娃不是白教的,他永远都有着非常好的心态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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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